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習作 今天已經是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的凌晨 或者是星期四晚的深夜 天氣太熱了,變了好夜才有心機開工 跟大家做回一集馬圈短打,分享幾段賽馬消息話題 今次主人擁有三位,包括莫雷拉,蓮達文,黎超聲 莫雷拉那單就比較ad hot,即是新的,說他心口痛 原來現在就知道原因,說回 蓮達文和黎超聲分別接受了 澳洲的賽馬傳媒訪問,爆發了一些近期的事情 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開始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希望你們可以訂閱小鈴鐺頻道,按鈴鐺 以及支持SecondChannel閃馬田去片 總之就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我們講講蓮達文 這張照片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他呢 我相信都不是很認得的 因為實在他都很久沒有來過香港客串 國際賽期一天的可能就有了 但是呢 因為他都已經不需要在香港賺錢 不需要靠香港了 第一就是他在澳洲都發展了 第二就是他已經成為日本 JRA的常客了 經常都見到他 還有這幾天是有個里程碑 在日本 JRA贏了100Win 他在接受澳洲傳媒racing.com的訪問 就說了很多 他在澳洲拆騎和在日本拆騎的分別 當然主要是講日本 他說到 星期六日 騎十 兩天之內 騎十七八隻馬 他說很累很辛苦 會造成身體的勞損 這句我覺得他講得折磨 很多人都看著自己多馬跑 他既然在那裡滲多馬跑是辛苦 這個真的不太應該 就講到他的每週的schedule 星期六日就是跑馬 星期一就一定是整個散了休息 星期二可能做一些恢復運動 然後星期三和星期四就是做神操 就是馬匹的神操 晚上自己會做一些體力活動 健身那些 星期五排位出了 就看帶了 就是去研究 星期六日的賽事 看了這個對手 他說在星期五 研究日本的賽事 他說比在澳洲辛苦很多 因為他對日本的馬很多都沒有跟著 所以花的時間 比澳洲的時候更多 另外 就提到一件事 他形容日本簡直是一個騎士監獄 他簡直是這樣形容 意思就是因為星期五晚他們就會 騎士會集宿 於是 要洗澡 睡覺 全部都有個schedule 有個時間限定 而且你是處於離線狀態 off line 意思是你不能用手機 不用電話 不能上網 就是馬鈴都不能做 就很難捱 意思是 上不了網 所以就叫做是 騎士監獄 你說他有沒有誇張呢 我想都OK 形容到情況 比如好像這兩晚 新界大西北 有些地方停電 停電是很拿膽的 其實都 也有些地方 因為手機上不了 大家充電都加了一大輪 他就不是沒有電的 是處於離線狀態而已 平時 你人人 現在生活之中 一定有部手機 你突然間有兩天 是完全不能動 好像是 好像是上癮 那些毒癮法作 沒有東西給你動 都不知道動什麼 在看書 是很悶很難受 不過他形容到 好像騎士監獄 這樣我就覺得 就比較過火了一點 因為 你都是熬兩天而已 還有你都是賺吃 相對來講 大家又可以反思一下 到底香港 在這段時間 那個 賽馬氣泡 對騎士的限制 和日本 他們對騎士的限制 的分別在哪裡 和誰會比較嚴厲 我都覺得很值得大家深思 我覺得就各有各的 只不過世界任何地方 都有不同的規矩 西方就可能習慣了 就比較自由一點 去到譬如香港 日本這些地方 促駁多一些 很多外籍的騎士 就未能適應 好了 第二單 就講到黎超聲 都是要多謝Racing.com 給我兩單 黎超聲 都是接受Racing.com的訪問 說了很多 現在香港的情況 都是懷疑很多 應酬 罵馬家盟 了解香港的 賽馬特色 之類 大家在看報紙的新聞 都經常見到 他兩夫妻 尤其是 潘頓的太太 經常帶黎超聲的太太 出入沙田馬場 了解馬場的情況 諸如此類 他特別提到 香港 和紐西蘭有 三個比較大的分別 三個比較大的挑戰 第一 就是香港的天氣 濕度 和紐西蘭是非常之不同的 這個對他和他料理馬匹的手法 都會有不同 第二就是那個操練的方法 他說 在紐西蘭的操練方法 和香港會是很不同的 意思是 如果他繼續在紐西蘭 用他自己的方法 擺在沙田馬場 就死定了 他這樣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譯錯 譬如說 他說例如 紐西蘭 在星期二早上 就會將馬 快跳一課 操得很漂亮 然後就應該是星期三去跑 他說如果用這種方法 在香港就死定了 因為可能就是這樣說 紐西蘭通常的場地 都是偏黏 偏爛的 所以就算被馬 快跳一段 都不會很傷 但是如果在香港 不論沙地 或者草地跑道 都是偏硬的跑道 加上天氣等等 若然你要 星期三跑馬 你星期二 將馬快跳一段 的確是會消耗馬匹的體力 星期二通常不會怎麼跳 就是 量一下 儲著馬的體力 所以他其中 舉了一件事 他要適應 還有他提到一件事 比較特別的 就是香港 的賽馬 透明度 是高過紐西蘭很多 以及密集很多 意思是 紐西蘭的 馬房 馬場 很多散開不同的地方 分散 但是香港就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 還有那個網絡 互聯網上 你很容易找到每一匹馬的資料 以及他們的神操 出賽 全部有片看的 試襲 全部都看了 透明度 比起紐西蘭高很多 所以 他會特別花很多的時間 在這方面 上馬會網 除了刨賽職之外 就要刨馬匹的神操 試襲 出賽 了解其他列馬斯的手法 或者香港馬匹的特性 賽事模式等等 這個就是他現在很忙碌正在做緊 亦都是跟紐西蘭很不同的情況 順帶在訪問也有提到 他已經有一些先頭部隊 例如是澳洲 紐西蘭的PP來香港 現在有三隻 裡面就提到有 G436 大家可以找馬會落號暫號資料 G436 G437 G438 其中一隻隻大名叫Bankowski G436 這隻 已經不太厲害了 雖然是最大名 在圍省贏過兩場 其中有一場 Endy G Esse apply 歐洲的班字和香港 Deutschland 相反了 第六班 Felix 就是最高班 第一班是最低班的 就是整一隻滿利谷贏了一場class 1第一班的馬 來香港 這些馬都不會很高分 另外這個G437和G438 都是在紐西蘭跑了五六次 然後贏了一次尾等 或者普通賽事這樣來香港 可以見到黎超聲今次 他來香港開倉 和以往蘇寶羅來香港 都是紐西蘭 或者希斯來香港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蘇寶羅和希斯是名牌 豪華的 就是說如果先頭部隊PP 怎麼會是這些 贏得一兩場就要普通賽事 當然是說已經有什麼大的自購馬 攻打比 很高分的馬來香港 他就不是的 所以很明顯看到黎超聲來香港 今次他不是用那種名氣的 他是來打真軍 用這個實幹 看看可不可以做出一番成績 這幾隻馬 剛才說的PP都不會很高分 六十幾七十多分的馬 看看他拿著這些馬 會得到好成績 如果有好成績 他就可以闖出名堂 對這件事 我暫時都覺得OK看好的 因為這些始終是年輕 比較有幹勁的年馬 第三件事 都說到星期三夜賽 余波 說到莫雷拉 他是胸口痛 退下火線 連今次星期六都不能跑 有人舉出了潘頓 拿了他的馬尼鉗 之類 沒什麼所謂 這裡就有一個詳細的報道 到黃昏開始 解釋為何莫雷拉會胸口痛 這裏就支社了 莫雷拉昨晚跑完第一場之後 心口痛 及心率不正 退下火箭 慎重喜見 馬會的醫生 就建議莫雷拉 缺席今個星期六的賽事 莫雷拉今天就做了更多的檢查 暫時結果是正面的 剩下幾個檢查結果 仍然有待確定 莫雷拉是有信心自己可以通過所有的檢查 並且下個星期二開始重返賽場 即是可以跑星期二的跑馬點夜馬 記住下個星期夜馬跑星期二 接著跑星期五回歸日馬 很厲害 莫雷拉的醫生就估計今次的情況 所謂的心率不正 就可能有幾種原因造成 包括壓力 焦慮 脫水 一直持續高強度運動等等 可能今季的騎士 冠軍騎士競爭激烈 而且他之前的受過程的困擾 也可能造成影響的 至於這是否最終答案 都要等剩下的報告出才知道 其實所謂的心率不正 這些 如果正常來計 以這篇報道來說 心率不正 有很多可以原因 怎樣說 其實你身體上任何痛症 都可以歸類到心率不正 所謂十指痛歸心 其實你呼吸不暢順 你的肺有事 氣管有事 都會影響你的心臟 又或者譬如你腸胃有事 去到某個階段 都會影響你的心臟 所謂十指痛歸心 你手指痛 心口也會痛 心口痛這件事 或者心率不正 其實是百搭 你要真的找出原因 真的要很詳細檢查才行 當然就是告訴你 莫雷拉的身體有警號 他不妥 所謂心率不正 我覺得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 不知道是否情緒病困擾 其實是一個騎士 他都騎了這麼多年 一定是有些舊患 不知道弄傷到哪裡 影響了心 可能是這樣 至於這次對於他連星期六的賽事都犧牲 不跑 當然這裏就說是醫生建議 這是冠冕堂皇的原因 但我這次都有個陰謀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小弟真是很突破的陰謀論 就是我估計 因為之前莫雷拉試過 中暑退後火線 然後在星期三就馬上再出 這個舉動的星期三就立刻再跑 引起了很多輿論的攻擊 又說中暑立即又跑 回馬的陰謀 星期三又搞錯 所以這次不是了 馬惠華 你既然第一場退後火線 也搞得有一些輿論說你了 不如星期六也不要跑 休息一下 反正都是 怕了輿論 就等這次就不要像上次出現一個所謂的 受到輿論的抨擊、公關災難 希望這次可以做好一點 這個我覺得有少少陰謀論的成份在這裡 就是馬威就勸他不論又沒事也好 你還是不要跑了,以免被人救病 至於真正的原因當然要再猜 但是莫雷拉這樣的情況 就算他可以繼續上陣的話 接下來的季味或者夏季的情況 就未必這麼樂觀 因為他可能身體上要大執 之類的 大家也預料他的表現是沒有之前那麼好 的確是的 見到這幾年的莫雷拉 真的在初初的一兩季很厲害 現在這兩季除了因為觀賞疲勞之外 可能因為他的身體已經很多傷患、勞損等等 令他的能力沒有以前那麼好都未定 這個都要拭目以待,都是純粹我的估計 最後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都有會員頻道,例如縱馬遼天室 希望大家可以課金支持 或者Patreon Youtube會員都可以 也可以 大家可以留言 給Like 給Share小弟的影片 給Superfans都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